我们CG图来看一下下 世界弹BTS到底有多狂 好 我们导播可以帮我们切一下 就是他们两度在这个Billboard 拿下最佳社群网站的艺人 这CG切一下下 还有就是Billboard的200攻下第一名 成为了第一组以韩语作品 在该榜夺冠的韩国歌手哦 另外一个是第一个 踏上联合国演讲的偶像团体 新歌MV创下YouTube最快 破千万点击率的影片耶 欧美大咖增相合作示爱 与这个尼奇米娜 还有这个老烟枪双人组合 约翰传奇这些大咖都公开说 我是你的阿米们啊 都公开说还有画面再切一下下 我们看一下爱人秀跟吉米秀 还有BTS出演了出国 这个美国知名的脱口秀 有爱人秀跟吉米秀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 哦这个是应该是爱人秀 爱人秀跟吉米秀 对爱人秀的画面 你看BTS上了美国的爱人秀的画面 然后还有吉米秀的画面 甚至还有美国达人秀 早安美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应该这样讲 BTS其实从我研究韩国男团开始 其实应该这说这十几年来 就从Super Junior 或者是赛大叔 或者是我们听到的 其实Wonder Girls Wonder Girls 其实有上美国的排行榜 对这是他们是始祖啦 其实前面打的基底 包括Super Junior Wonder Girls 就是Nobody 那首歌你知道应该 我到现在都还会跳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这首歌在美国当时也是很厚 然后还有赛大叔的歌 其实都是在美国 就是有造成一些风潮 那在美国打了这个 韩团打击美国基础之后 当BTS这个团体出来的时候 他的歌曲跟过去的韩团 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这些前辈大哥男团 就是等于是 帮我们打他基础之后 诶 BTS这个有一点反凤 然后又有一点 希望能有帮助青年的这种感觉 抓住了非常全世界的心 而且真的是我跟大家讲 真的是超级厉害